我們來看這三名好了 美容品第三名是 第三名是 生活保健餅 其實我們現在美這件事情 不在於只看得到皮膚 對 就是你看得到皮膚那一塊 其實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都忽略 它在2019會變得非常熱門 就是 牙齒 牙齦 牙齦 口氣清新這件事情 會變得非常重要 不論是在IG上面 你看到很多很熱門的照片 其實它們都是肉齒小 大小 對 都大小 牙齒是很漂亮的 其實牙齒要漂亮代表你牙齦要健康 是 什麼了 妳咬妳咬 像我就是屬於 只要我有IG上有發這種 肉齒的人氣就會很高 我就開始覺得 好像要很認真的刷牙 就覺得口腔保健 開始對我來說給它很重要 而且你們這種 給它很重要 沒有 通常都是妳知道 講話口氣會比較重 就是味道會比較重 為什麼 挑食 吃甜食 該睡覺的時候不睡 熬夜 我應該是在熬夜 我身上都會隨身在薄荷 噴薄荷 然後一直狂噴 然後妳以為它在追 拍戲嗎 也沒有 它在追戲 追劇 然後我還想 好 亂減肥 還好我都沒有 妳其實會影響口氣 會 因為妳身體的代謝會變不好 妳該代謝的 不代謝出去 它就一直積累在妳身體裡面 它就會變毒素 然後像Dora 她其實又是外景節目主持人 是喔 實際 所以如果那種常吃東西 然後又不注重口腔清潔 因為他們美食節目是沒得挑的 就是什麼都要吃 所以這麼多種類的東西 如果妳每次吃完 妳沒有好好的注意妳的牙齒 或者妳的口腔的話 妳很容易會留下異味 而且其實有一個研究報告 異味只要在46公分左右的距離 就聞得到了 確實很近 很近 對 是很靠近 妳只要口腔一不舒服 人家跟你講話的時候 就會知道說 妳要嘛生病 要嘛可能這幾天熬夜 身體做起不是很常 所以怎麼辦 現在我們2019了 我們還是要來一點熱門的東西 我今天幫Dora帶了 今天先讓妳這一盆 這是什麼 鹽 鹽巴 金鹽 這是什麼 玫瑰鹽 你不覺得很像粉筋嗎 對 像海鹽 但是又是玫瑰鹽 玫瑰鹽 對 它是玫瑰鹽 它是粉筋鹽 而且它是喜馬拉雅山的粉筋鹽 這會是2019 非常熱門的一個成分 粉筋鹽它可以怎麼樣 其實妳不知道喜馬拉雅山 是我們亞洲最高的一個山脈 它那邊有好幾多山 這個山其實在兩 三億萬年前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片原石的海洋 所以它積累了非常多的鹽 鹽 這個就是這些鹽石的結晶體 微量元素很多 對 微量元素很多 尤其對女生很好的 鐵質很多 礦物質也很多 它可以抗菌跟進化 鹽巴式啊 風險 所以當地的人 是把它當作生命之鹽 現在其實有很多高檔餐廳 比如說你吃牛排的時候 對 它就幫你加一點 對 然後你就覺得它特別好吃 原因是這個鹽 跟一般的鹽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不只有鹹味 它有甘味 但是我要給Dora是什麼 不是叫你吃這個 不是鹽盤吃掉 趁機在這邊吃 我們要在社群網站上面 口腔護理 至少它的外表就會很漂亮 口腔護理要這麼多 這是什麼 怎麼都粉粉的 而且你看它那三個 它是牙膏 牙膏 有沒有覺得它長得很漂亮 對 它是魚子醬 你說三瓶都是牙膏 一個是漱口水 漱口水 然後兩瓶是牙膏 這個是很特別的 胖瓶式的牙膏 就是它按壓式的 它壓一次的量 就是一次刷牙的量 所以你不會浪費 好 所以比如說我壓起來 它是泡沫 它是像慕斯質地的 這麼酷 像奶油質地的 它刷在嘴巴裡是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對不對 Dora你過來 好 來 感覺很像霧疾的型 直接壓 沒有 壓在牙刷上 好 它裡面還有一個叫 木蘭皮的成分 也是去幫我們去減緩 牙齦的發炎 讓我們的牙齦不會紅皺 它利用了這些成分 幫你達到淨化跟消菌的效果 對 然後怎麼刷 為什麼它要做成這個質地 為什麼 因為它一刷 它就溶解了 剛好壓完一次是這樣 對 然後我幫她選擇這個 也是女生非常喜歡的一個味道 它叫花香薄荷 來 讓大家聞一下它的味道好了 好香 會聞到那個有一點點比較高 可是又有一點甜甜的花香味 有牙膏 好花 很花 就淡淡的香味 就是淡淡的那種花香 它還有另外一個是比較 酷涼的那個薄荷味 所以它有涼 所以大家可以吃 對 就是你整個牙齒會覺得 好像有瞬間fresh的感覺 所以老師妳的意思是說 正確的過程應該是先用這個牙膏 然後再用漱口水 對 早晚 不是 早晚我們用了這個牙膏之後 像它平常在外 它如果不方便刷牙 就用漱口水 因為很多年輕人都只覺得說 我早晚刷牙就好了 對 然後其實吃完東西 沒有辦法去刷牙 至少你把這個漱口水帶在身上 你吃完東西 你漱一下口 第一個 維持你的整個口氣清新 再來 你會讓你的牙齦比較健康 藉由它裡面的成分 我們說一本金鹽的成分 木蘭皮 然後其實它這一瓶還有積雪草 積雪草 修復傷口 修復 所以它對於你牙齦脆弱 是非常有容許 太好了 對 然後它味道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花香 妳可以聞看看 其實現場有淡淡的味道 有聞到 老師 我每次用完漱口水 我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漱完漱口水 妳還要不要再漱口 到底要不要再用清水漱 其實原則上是不要 除非你不喜歡 你覺得你好像那個味道 兩點的感覺 對 有些是辣辣的 那種太涼的 我就會習慣再把它沖掉 如果一般人真的用不慣那個 覺得旁品品太 它有牙膏式的 牙膏我想要讓大家再看一下 原因是 在它的牙膏的軟管裡面 它特別加了蘆薈這個成分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針對 這是牙齦非常脆弱的人 它可以給你加倍的舒緩 所以我們說口腔護理 在生活保健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選擇正確的牙膏或牙刷 然後養成好的習慣 你就會讓你的牙齒 至少你的口腔是比較健康的 你在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你會比較 優零一點 這個牙齪編 Cort 選擇 3 0 0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